這堂課帶各位認識吉他的基本構造 首先你手上要有一把吉他 看看你手上這把吉他有幾條弦 大部分的吉他都是六根弦 如果多於六條弦或少於六條弦 就不是常見的吉他了 現在看你吉他的這六條弦 最細的那一條弦是第一弦 也就是我現在用筆尖所指的這一條 次細的是第二弦 也就是我現在用筆尖指的這一條 再來是第三弦 再來是第四弦 再來是第五弦 最粗的也就是離你最近的這條弦是第六弦 大多數的彈奏狀況 第六弦是離你最近的 而第一弦就在最下面 離你最遠 現在來介紹上弦枕 畫面中我用筆尖指的這個乳白色 長條形的構造就是上弦枕 有些吉他的上弦枕可能不是乳白色的 上弦枕的材料可能是塑膠 動物骨骼或者是金屬石墨 這些材料會決定他的顏色 接下來介紹Fret Fret是相看在紙板上的金屬條 也就是我現在用筆尖所指的這一個金屬的條狀構造 在上弦枕跟第一條Fret之間的這一個琴格 叫做第一格 像我現在用筆尖所指的這一個是第六弦的第一格 如果你要找第五弦的第一格 就在我的筆尖所指的這裡 如果你要找第四弦的第一格 就在我筆尖所指的這裡 如果你要找第三弦的第一格就在這裡 第二弦的第一格在這邊 第一弦的第一格在這裡 在第一條Fret跟第二條Fret之間的這個琴格 就叫做第二格 第二個Fret跟第三個Fret之間的這個琴格就是第三格 以此類推 現在來考考各位 第四弦的第四格在哪邊 你現在可以暫停影片去找一下 對答案呢 第四弦的第四格 在我筆尖所指的這裡 只要在第三條Fret到第四條Fret之間的這個距離 都算是第四格的範圍 再考你一個 第三弦的第二格在哪裡 對答案喔 第三弦的第二格 就在我筆尖所指的這個位置 只要在Fret第一條Fret到第二條Fret之間 都是第二格的範圍 正確的找到琴弦跟琴格是非常重要的 在接下來的課程裡 如果你能正確的找到琴弦跟琴格 會對你的學習非常的有幫助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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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